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今天给朋友们看一下我家的养的这一颗多肉植物 这颗多肉叫丘莉 属于多肉的一个品种 朋友们看它的叶片已经出现了金黄的颜色 因为近期对它控随控的比较严重 采光比较多,所以它已经叶片已经上色了 朋友们都知道像多肉植物是比较耐旱的 我们可以半个月不给它浇水 它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朋友们想要让多肉植物的叶片上色 长得非常漂亮 那控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措施 这几个叶片全是金黄色的 今年去年秋天的时候还是很绿的那种颜色 地方也是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颜色都是非常翠绿的 金黄金黄的非常漂亮 给你们看一下 边缘表围全部是暗黄色 非常好看 秋绿我一直放在家里的阳台上养护 一般每天采光大约有四五个小时 接受光照的时间是不短了 所以说它的叶片非常漂亮 在冬季养多肉植物啊 朋友们最好是少浇水 如果浇水太多 就会对它造成影响 因为冬季的时候 如果说气温低于15度 它就会停止生长 它对水费的需求量是非常小的 如果我们还是大随大飞的追捕 它的根系就有可能出现了腐烂现象 所以说朋友们在养多肉植物的时候 到秋季了 尽量的是少浇水 如何判断秋季多肉植物是否缺水 方法很简单 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叶片 它的叶片没有了原先的那种厚实感觉 选的非常的薄 非常的柔软 证明缺水比较严重了 这时候浇水就可以了 方法很简单 朋友们看一下家里养了多少植物 如果有这种现象 其实浇水就可以了 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这些 我是花奖老掌 关注我养花更简单 谢谢